这位9岁的乌克兰男童在日记上用文字和图画进入着他们在马里乌坡尔遭二军围城三个多月的生活 男人指着日记中的图像告诉乌克兰电视台记者他所看到的战争景象 叶格尔接着翻到下一页 只见日记的右下角有一架战机和一辆坦克图画 坦克的旁边则有士兵拿着长枪 战争的残酷一五一十被男童记录在日记中 叶格尔的外公把日记放到网络上引起外界关注 当地救难组织随即联系他们 未来安全起见小男孩的妈妈后来决定跟志工撤离到扎波罗热 不过在这里许多逃难的民众生活相当艰辛 CNN记者跟着一名乌克兰女子来到他们的露天住处 其中穿着红衣的奶奶不久前才中风还在附件中 另外世界杯足球赛欧洲区最后一场资格赛中 原本再赢一场就可以挺进世界杯的乌克兰队 意外以一颗乌龙球0比1败给威尔斯队无缘氏足赛 让乌克兰球迷相当惋惜 TVB的新闻综合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